作詞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在愛情已被孤獨已難的方向 是你我初次相遇的地方 哪里有最甜蜜的土壤 哪里有我们的故事云露 爱情可以流浪 可以受伤可以沧桑 但在爱情以美的地方 不可以迷茫 爱情可以绝长 可以弯强 可以疯狂 但在爱情以美的地方 不可以假装 爱情以美的地方 是我们的向往 如果我会隐患 这样子师父就不会被骗 说话也不会被隐了 说话也不会被隐了 师父就不会 隐患 都是我不好 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跟你开玩笑 隐患 老大 你别难过了 隐患 自从遇到师父 他熟留我 他给我一个家 三天就是我的家 他就是我的妈妈 他给我温暖的感觉 他想我做菜 可是他现在走了 可是为他的主意 什么都做不到 我真的觉得 我在过啊 天心 过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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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烦恼 你咱们在一路上 你真的装一念了 一念不在 你就可以走了 我担心您了 你们怎么好担心的啊 我无三岁小孩 你是一念的卫观赋 赶紧的 赶紧的 你找她 你找她吧 你找她 你老大 我 我这是怎么了 一朵老大是我老大嘛 是我的好哥们 我怎么会这样 小马 帮我扶外公回车上吧 我想再待会儿 一朵 我 妈妈 谢谢你一直以来 不嫌弃我是个聋子 谢谢你愿意带我回家 谢谢你让我这么多年 一直喊你妈妈 谢谢你一直照顾 你的相伴的心目处 就是我人生的一道光芒 一直照亮着我 我知道你一直希望我 可以打开自己 走向光芒 走向光芒 妈妈 对不起了 这次我可能让你失望了 我做不到 妈妈 我恨那些人 我恨他们的一个人 我可恨我自己 我今天应该送送她 梁妈是个好人 不过也没关系 如果梁妈知道你心里还惦记着她 她会感到欣慰的 不过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的话 恐怕会更加激怒向北 也会被那些记者啊 穷追不舍 所以我们不去啊 是对梁妈最大的尊重 就让她安静静地走吧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想让我躲着陆相伴 他这么侮辱我们沈家 你能忍我可不能忍 我告诉你 陆相伴是你的亲儿子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想过没有 相伴的两个母亲 都遭遇不幸 你不觉得她挺可怜吗 她可怜 我就不可怜 我活到这把岁数了 我才知道我自己的男人 心里装的不是我 这我就不可怜了 我要不是看在梁妈的份上 我早就收拾她 我真想 就这么死了 至少到下面还有人陪着我 可以比在这儿 受这种气 你说你这个时候 说那些晦气话干什么呢 我又没那个意思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你要是想认回这个儿子 你就抓紧 我怕 你到手就没机会了 向北 我知道你很难过 可你千万不要一蹶不振啊 放心吧 我没事 喂 外公 是我 我本来想去送娘妈的 但是我怕向北哥还在气头上 我怕他还怪我 你不要担心 有外公在 去音音吗 我想跟他说两句 我想跟他说两句 招牌 向北哥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你很生气 但是 你不是也和记者曝光了 我和沈康琪假结婚的消息吗 我们算扯平了 招牌在哪儿 我和沈康琪 向北哥 你这是什么语气啊 你是在羞辱我吗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 你不但不感激 还要责怪我 是 我是买下了 梁麻丝房菜的招牌 现在招牌属于我 如果惹弄了我 我把它扔进大海里也说不定 把合约和招牌准备好 我一会儿会去找你 向北 还是我陪你 一起去找盈盈呢 我真的不希望 你们俩闹得那么僵了 行吧 先送外公回家 然后我们一起去拿招牌 好 陆经理 你的意思是 我 我也要一起去吗 向北 你别忘了 盈盈她对我们有恩呢 外公我知道 你放心吧 我不会对她怎么样的 我就是想拿了我妈的招牌 �를访问外公的 vie 好 你 ост好 你发光了 到底发光了 你呀 就是太在乎他了 想想看他怎么给你的 你对他已经够认知一惊了 现在招牌在我们手上 我看那个录像北 有什么本事把他拿过去 难道这次我真要和他翻脸了吗 音音 你搞清楚 现在嚣张的是那个录像北 是他要来踢管子 今天要是不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 他更不会把你放在眼里了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从公司 找了几个身手好的保安过来 找保安干吗 揍他 再让他告咱们一条伤人罪 你脑子干吗使的 这 好好好 不找保安 反正我们也有合约 这白子黑子啊 是他姚母亲手签的 就算打官司他也一定输 别怕他 对 是他姚母亲自和我签的合约 对 钱我也给了 我没有李亏 李亏的是陆向北 对 对 对 谁呀 是我 爸 你 你来干什么 这儿不欢迎你 爸 我要见我儿子 这儿没你儿子 你以后也别上这儿来找了 爸 我跟盛伯有话说 盛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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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跟你说了他不在吗 你怎么还不走啊 爸 你是不知道的 像不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担心他 是啊 怕我跟他那个言误 连我这个亲外公的话 他都不听了 你以为 你这个他最痛恨 最讨厌的父亲的话 他还能听得进去吗 小卷走以后 我一直在诅咒你 诅咒你们全家 你 我后来才明白 我错了 血浓一瞬眼 像北他对你 一直是留有余地的 你两话说得对 我是以爱的名义 伤害像北 他变了 他变得像一个 装满火药的战车 他完全变了 爸 我知道 这一切啊 都是我造的孽 我正在努力地 弥补我的模式 现在这个事 我是想用亲情 让向北放弃报仇 如果你真的为他好 就不要出现在他面前 你这样做 就会刺激他 让他变得更加执迷不悟 妈 我求你了 你告诉我向北在哪儿 他去取私房菜的招牌了 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他的行为 别以为仗着人多 就可以把招牌拿回去 陆向北 我们讲讲道理 依法办事 陆向北 你要搞清楚 你妈活着的时候 是她亲手签的字 是她心甘情愿 把招牌卖给音音的 现在你要把招牌拿回去 那是有条件 陆经理 这件事 我们还是重床记忆吧 我今天就要把招牌拿走 一朵 不用怕了 这就是你当初给我妈的三百万 现在钱不放还 把招牌还给我 向北哥 我没想到会让良妈 带着遗憾离开 这不是我的本意 如果她老人家全下有知的话 你没有资格再提我妈 我拿了招牌以后 我们就可走个路吧 向北哥 你一定要这么绝情吗 那块招牌是我妈的毕生心血 你竟然欺骗一个 不会英文的老太太签约 就为了夺取那块招牌 就为了让你自己爽一棒 你现在还来跟我说绝情 你要不要来 入向北 你没有权利指责任何人 现在牧已成终 你养母亲自签的合同 就在这里 我看不如我们各退一步 和解怎么样 和解 什么条件 很简单 你去向那些记者澄清 对阴阴不利的附面新闻 就说是你造假 想利用音音出名 张军 不要再说 你让我说完 陆向北你要搞清楚 你必须求我 这份合约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你想抵赖吗 就算到了法庭 法官也会站在我们这边 我劝你识相一点 想要拿回招牌 就必须替音音挽回名誉 那我们就法庭见吧 向北哥 你一定要这样做吗 音音 你闭嘴 你们要上法庭 我奉陪到底 但问题是 如果到了法庭 就要把全部事实说出来 而事实就是 风魔万千粉丝 无比尊贵的音音小姐 因为她爱的人不肯爱她 因爱成恨 去向一个老太太报复 这份合约带有欺骗行政 先别说你们能不能赢 就算我们一定输了 你也要陪上你所有的名誉 你说你爱我 你有多爱我 爱到可以跟我一起死 爱到可以跟我一起同归于尽吗 来 音音音 她真是恐吓你 搞了 是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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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音音 我是个不祥人 每一个在我身边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 你也看到了 我亲妈死了 现在连我妈妈也走了 我是一个不会带给任何人 幸福的人 离开我 远远也好 是 何学长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我是谁 我代表佟知行董事长 召开今天的董事会 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向大家宣布 我就长话短说了 同志行董事长 已经把他名下的所有股份 转给了我 也就是说完美集团 我是最大的股东 拥有百分之十五的股权 今天请大家过来 是希望大家选我 作为完美集团的最新董事长 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我同意 我反对 一念 一念 你应该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你爸爸叫你过来的 我今天过来 不代表任何人 只代表我自己 今天我们开的是董事会 在座的 都是我们满美集团的董事 这个会议不需要你在这里 是 简西 请她出去吧 简西不用了 你们别忘了 我也是完美集团的董事 完美集团成立的时候 我爸爸拥有百分之十的股权 妈妈拥有十五的股权 可是妈妈临终的时候 把他百分之十五的股权 全部转让给了我 这一份 就是股权转让的协议书 你们可以传阅一下 我知道 爸爸将他手里 百分之十的股份 转让给了你 而且你还想要 输出手里百分之五的股份 但是完美集团 自从上市以来 最大的股东 一直是我们的同家 你今天召开 这个董事会议 无非是想免除 爸爸的职务 自己来当这个董事长 恐怕你的梦想要豁免 这一份 是我委托律师 写的转让协议书 你自己看一下 你就是同志欣先生吗 是 咱们 我们是负责 经济犯罪调查的 你涉嫌作假账 我用公款 请跟我们走一趟 exit 李先生 快删 您在帮助 吗 你赶紧 我赶紧 那绝对 你赶紧 去拿 你赶紧 董事长的人选 应该公开选举 我也赞同 董事长的位置 应该是能者拒之 佟一念 你今天是来跟我作对的吗 完美集团 绝对不会因为 某一个人而倒下 更不会变成 某人贪欲的工具 我知道 你得到完美 是想把他兼并重组 可惜 你的算盘打错了 我会誓死保住 全体员工的利益 而且我相信 完美集团 只有交给陆向北管理 才能得以更好的保存 佟一念 竟然有你这样的一个女儿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爸爸欠我多大的人情 爸爸欠了很多人情斩 但是最对不起的 应该还不是你 一念 这到底又怎么回事 你在干吗 佟叔叔知道这件事情吗 他会知道的 告诉了 岑太太 你这的人 对 这个专家的再多 全联 tea 我们都在时 你愿意到我疤病了 他出卖了他爸爸 同志兴 转移资产那件事情 我怕是帮不住了 谁说这些是我做的 没有证据就是无限 你手上的这份证据 是你的女儿同一念提供的 我想应该不会有错吧 我女儿同一念 根本就不知道公司的事情 就算她知道了 也不会出卖她的父亲吧 同志兴 同一念将你犯罪的证据 交给警方 她这么做 还特别交代人 是希望劝你悬崖勒马 希望你能主动承认错误 嗨 同家被查封了 怎么回事啊 听说是女儿告的老板 是吗 我这个执着可真够狠大 连我不敢做的事 她都做不出来 同志兴有这样不孝顺的女儿 还坏了我的大事 我也不明白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一定是疯了 佟叔叔 好了 别这么说一年了 一年怎么做 一定有他自己的苦衷 陆向北 已经有百分之十五的股权了 我能不能拿下完美集团 就靠你那百分之五了 佟知晓 尽快把他卖给我吧 放心 陈太太 我的股份肯定卖给你 不过这个价格方面 能不能给得再合理一点 一口价 一千万 好的 咱们去签合约吧 合约我已经准备好了 被告同之刑 利用职务之便 侵占公司财产 现证据确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判处同之刑 有期徒刑五年 如果你会给你 上 要是对 达问队 更热烈的事 什么事 要不就同一颜月 的事 准备不透了 赵亚总的事 俩总的事 出现在想参观了 我可以那么勇敢 我真的不能让爸爸 一错再错 我们同家 欠了陆家太多太多 是该还债的时候 姚妈对不起 我没能在陆向北 最艰难的时候 选择信任她 留在她的身边 但是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的事情 我一定会做到的 只是希望你再天有 能够保佑梦想开 你和她会变回 从前的葡萄哥哥 不要再为了夫妻 而迷失了自己 进来了 是啊 来看看你 我现在一无所有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怎么能够 你是我的亲哥哥 我真的是 实心实意的来看看 看我 我现在谁也不信 连我女儿都能出卖我 我还能相信谁呢 说呀 知道你为什么会被出卖我 为你这个人 帮我给其他人 无论最可恨的是 你这个人太无情了 我是太仁慈了 我就是养条狗这么多年 他也会对我衷心更高的 不会像你和同一面充满了 看 咱们是亲兄弟 你拿我跟狗比这事 我都不跟你计较了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真的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出卖你的 是你的名字 是吗 你把股份卖给我向嘴 不是出卖我 这事你都知道了 你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了 我现在想通了 童一念做得对 够了 向我通的行为通的 如其让别人来对付我 还不如他来做这件事 不过 我姓童一念还不太同情了 只要童一念还在公司 在完美集团 只要他手上 还有完美集团的股份 我就有童传在其他其同人 所以 可以做吗 需要照顾一下 完美不会是幸多的 也不会是 曾工人花了一千万 买了我手里的股份 完美集团 我还有 红女儿 把他所有的股份 转给了陆星辈 所以 我以为 你今天说 你说什么 我说啊 你女儿要给那女儿的惊喜 那百分之十五的股份 可能十五的股份 所以 你什么都没有 你说你这个人吗 你什么这么一样做 没关系 生了这么一个 成事不足败事有的 对呀 这是 陆总 这是佟一念小姐 委托我们律师事务所办理的 佟小姐已经签字 请陆总尽快确认 好的 谢谢 你 抓到了吗 果然是佟一念 向警方提供的证据 我真佩服他有这点量 可这样他的麻烦就很多了 有关部门 已经查封了同志姓名下的方程 公司上上下下 也都知道这件事 媒体也会盯着他播放吧 这可傻瓜 向北 恕我直言 他这么做 全都是为了你啊 可那些资料 可那些资料 某一念从你的电脑里 道道的资料交给了警方 没想到你这个通知性的大丑 不敢干的事情 他就帮你干了 也算是替你报仇吧 对了 我刚才听任述客人说 同一念他已经提交了自称 他有辞职啊 这本来就是强调众人推 他一个弱女子 现在到了这个地步 亲戚肯定也不会接纳他 这唯一一点点是我们来源 也就没有了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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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要搬这么多楼梯 我们就应该找搬家公司了 累死我 我现在没钱啊 我只能让你来帮我搬家了 真的累死我 谢谢 同一念 不是我说你 从今天开始 你就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 以后有苦果子吃了 我这个人仗义啊 有苦果子我也分你一半 安妮 我就看你带了什么好东西 拜托拜托 怎么还是这些破玩意儿啊 你不要翻了 我爸爸坐牢了 现在家也没有了 这些东西再没有的话 我的人生也太失败了吧 你说真的 你跟那陈杰西 到底是怎么样啊 我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 现在也不会有任何事情 我真服了你 你对人家录像没这么好 如果我是他 我早就原谅你了 我对他好 又不是希望他原谅我 惨了 怎么了 妈 我有点很重要的东西我要拿了 什么 妈 请你财宝吗 拜托 你怎么那么财迷啊 快 把我的财宝搬进去 走 各位 同志行被警方批捕的事情 我想你们已经都知道了 我想 这正好是我们打败完美集团的 一个最好时机 您说呢 对 这一仗我们不但要打败完美 还要将陆向北彻底打垮 我收到消息 完美集团虽然群龙无首 但是欧马集团的杰西卡 已经从同志行手里得到百分之十的股权 她掌控完美似乎成了定局 我看这样下去 对我们很不利啊 怕什么 俗话说得好 强龙难押地头蛇 再说我们还怕一个外资企业 董事长说得对 我看那个杰西卡没什么好担心的 关键是要对付陆向北 一定不能让她当上完美集团的董事长 极客 ProCC 盈盈 你等等 什么事呀 刚刚你在会议室 故意针对陆向北 我很担心 对 我就是在针对她 我今天之所以来参加这次会议 就是想以董事的身分参与华彩的精盈 我和他今后就是敌人了 你这么恨一个人 难道你会开心吗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被一个人 这么羞辱过 我想明白了 想要征服他 必须打败他 从今以后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针对他 喂 音音 事情已经搞定了 这么快 我也没想到这么顺利 刚好有单餐馆急着转让 而且地点刚刚好 才在他们餐馆的推遍里 好的 不管花多少钱 都要帮我搞定 你还想做什么 金军大萤幕的愿望落空了 演唱会也被公司无限期搁置 这一切都是路上被害的 我现在有的是时间跟他斗到底 就知道了 我现在也有这样的 那么多人 你还觉得是谁 李小处的 你还想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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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做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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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